在台南安平區有一間透天錯 這房屋的外面是貼滿了售價的壽字 有人說感覺好像是在貼符咒一樣 經過的路人都忍不住多看兩眼 有民眾把照片PO上網路 引起了熱烈討論 難道是因為房子太難賣了嗎 三角窗這棟透天錯 讓經過的人忍不住多看兩眼 因為外觀像貼符一樣貼滿黃紙 寫著壽字和降價了的告示 大大小小16章 民眾將照片PO網寫下 好啦 知道了啦 網友紛紛留言難受想哭 現實世界中的彈出式廣告 凶宅也沒貼這麼多 這最起碼是古戰場的事吧 這棟四層樓的透天錯 位在台南安平區建平七階 屋主已經出售半年 上門口 陽台和鐵窗都貼滿了大大的售字 讓人感覺似乎急於脫手 原先屋主開價2500萬以上 由於遲遲沒有售出 所以也在屋外貼上降價了 歡迎賞物出家就談的告示 通常電柱形的平均大概開價會落在 是5B980 那其實以成交價以13的部分 可能會落在1600左右 屋主出奇招狂貼告示 無星X6引發討論 也成了另類型交 記者說清楚 余文華台南報導 我们下期再见